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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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客 因為你用手打球啊 哎呀 頭部捏 你是用手打球啊 手幹嘛那麼出力 啊 這怎麼那麼大的 slice啊 啊 我不是就說了 不要用手打球 你那麼出力 啊 勾那麼左 你看 這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你手那麼的出力 都不用身體去帶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到底我們打球會不會需要用到手 所以會告訴大家 到底手要怎麼用 再來就是手到底要怎麼樣去控制方向 因為實際情況 本來就是這樣 首先我們各位可以先去做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如果各位家裡有什麼拍子類的東西啊 羽毛球拍網球拍都可以 我們先做一個很自然本能的一個反應 如果說今天我們這個正前方 可能掛了一個 隨便一個東西 反正就是懸空的 那我們要打這個東西的話 首先第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一定會先去瞄準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那瞄準它 我們要去打它的時候 現在這就等同於是乾面 我要去打它 在一個自然的情況下 我們要有威力的打它的話 就正常的發力 我們在上肝的時候 當然這些身體啊這些東西會旋轉沒錯 可是重點是你去感受你的雙手 一定會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這是什麼動作呢 可以很明顯看到 剛剛乾面明明是對著我們的目標 但是在上肝旋轉之後 這個乾面卻朝著天空了 所以在一個正常邏輯情況 我們要這樣轉過來發力 我們的曲腕曲軸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這個手臂手腕 這樣子旋轉的力量過來 然後再去擊球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很明顯可以看到 我們就必須手會有一個這個回正 你的手腕手的動作 手臂這些會有回正的動作 為了讓乾面回到原本的位置 去觸及到我們想要打的東西 而自然而然在順勢過去時 我們的手也會順勢的這樣子翻轉過去 所以它就好像是一個正面打開回來蓋過去 這是一個自然情況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 很多球友會去想著 那我就一直控制我的乾面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可是各位可以試試看 你控制乾面的這樣子上肝 跟你在發力的感受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現在我做另外一種就是 好我現在就是控制我的乾面 那我一直讓我的乾面是 上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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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保持我一直覺得是正的 一直正的像是這樣喔 那當然你可能一定也會趨腕增加力量嘛 所以看到現在乾面是這樣 跟剛剛這樣子確實是不一樣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這樣子上肝 你在去做發力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是不太同的一個方式 會感覺到欸好像這樣子我的手腕這個翻轉回正 這個力量就不會就是要刻意去用手啦 對不對好像用身體對不對 可以確實是可以 但是我們嚴格來講其實你這只是叫做 先翻跟後翻的一個問題 但以一個正常邏輯情況 我們現在回到這個這個角度來講 所以我們這樣子順勢的起來 乾面會變成是這樣 然後回來會有回正的動作 那另外一個狀況是 控制住這個手腕的曲腕 從這個角度上來 好像從鏡頭就可以看到我的乾面 那這樣子好像理所當然 我們的身體回來轉過來 去擠到球是不是就可以 當然可以 這是兩種不同的方式 但是重點是在於我要講的 手腕的動作還是會有動作的 絕對不可能是手不動 去做就是靠著身體 然後轉回去就可以了 所以 Dustin Johnson 他的上肝模式是屬於 我會把它歸類於 我們之前的影片都有提到 他是屬於控制型 就是先控制住乾面的方式上肝 所以可以看到 Dustin Johnson 非常明顯 他的這個手腕啊 上肝頂點會是比較偏向於這樣子 乾面是朝上的 然後靠身體比較多的方式去轉下來 那這樣子的打法呢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可以看到他的身體 一定必須會這樣子蹲下去 急到球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動作 會是有點這樣 然後收乾再這樣起來 這是一個方式他必須的 那如果在一個正常邏輯情況下的話 基礎啦 是這樣上來 我們在回來的時候 變成是比較多的 手腕的靈活度 可以去丟 釋放這個乾頭 乾面 去打到球 我們就不用去有出現這種 好像身體這樣掉下去的一個現象 那現在呢 我就來示範 各位該怎麼樣去練習 對自己手感控制乾面的一個重要性 以及就是讓大家知道 手真的非常重要 現在我們一個基礎來講 從這個鏡頭來看 以我這個角度來講 是完全已經先設定好一直線 我要通過這個兩個框框 但是因為鏡頭的關係 拍我這個角度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斜的 但對這邊是正的 好 所以重點是在於 好當我現在以一個基礎完全的設定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的乾面 去對著我們的目標 那目標線歸目標線 站姿線歸站姿線 以基礎來講 希望這是一切是平行的 好 那假如說今天我們一切 全部都就位設定好 OK 先不管剛剛我們說的什麼上桿 正常的 或者是控制型的 Dustin Johnson 的方式 不管是哪一種 重點我想說的是 直到這一瞬間 只要你發現你自己 擊到球是偏 左邊 或者是 擊到球那一瞬間 打下去球是偏 偏 右邊的 那就代表很明確的 在這一瞬間你的乾面是 開放的偏右 蓋的就叫做偏左 也就是這個動作完全是來自於你對雙手控制乾面的一個能力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哪一種方式 你都還是要具備擁有雙手控制對乾面的感覺 絕對百分之百沒有想著是什麼手不動上去下來就會震 只要我不震 好啦 就算是說 就算是說 你回來不震的話 那就代表你手回來 你自己也是要去做一些 彌補 OK 來去控制你的乾面 所以 該怎麼練習呢 各位呢 如果 家裡 或者是練習場 你前面可以擺兩個籃子 有個空間 你可以先從小的動作練習 你先把方向給秒好 OK 你先輕輕的打 自己看你的球 可不可以通過這兩個 這兩個 這個框框 那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當然你有信心 你當然可以去把你的動作慢慢的變大 好 這是我六號鐵 好啦 那我現在 把力量 再加大一些些 OK 直到 你能夠從短的距離 你都能夠打直了 你能夠掌控了 去感受你對於乾面的感受 你就慢慢的再把你的這個 揮竿距離給變大 那揮竿距離給變大的時候 當然就是我說的 你對 同時你的乾面 你的手是要非常有手感 同時你也可以誇張一點的方式去練習 你要先故意描正的 但是故意去感受你下來的時候 乾面是開 那當然確實這個球怎麼樣 一定會往 右邊的 百分之百右 你也可以去蓋 然後讓它是變成是往左 那如果以比較進階來講的話 你當然可以去玩你的 加上你灰乾的軌道 OK 你可以一樣正常描 中間 去刻意打一個 inside out 乾面回正 當然你這個球就會往右邊飛出去 再往左邊回來 OK 所以呢 現在呢 我來示範一次 那當然這個球會轉回來 這就要搭配 可以同時講到你的軌道跟乾面是同時要去一起去說的 好 所以我設定好 我現在要把球往右邊推出去 然後乾面是在我的軌道線上面是蓋的 球就會從右到左 就去給它轉回來 像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有沒有看到 基本上應該會有一點點明顯 因為現在這個我挑這個天空啊 是黑的一個情況 好 那現在呢 相反的一樣 我可以讓球往左邊 目標線的左邊出去 再往右回來 我一樣都用正常站就好 當然這是比較高難度 那比較簡單的話是你直接瞄左邊 乾面稍微開在你的軌道上面 球就可以 咻回來 所以我還是一樣 先用這個高等級的方式 OK 我設定好 我自己在下幹的時候 我軌道感覺 我的感受啊 不是感受 或者實際就是要由外往內去揮 乾面在我的軌道上面是開的 OK 我去打一個這個我們講的就是 Outside in 乾面開 球從左邊去 再從右邊轉回來 OK OK 像是這個樣子 OK 有沒有看到 咻回來回來回來 回到目標線上 所以說 雙手在控制乾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式 但是當然相對的也有不要去運用你的雙手 只專注在身體去做揮乾 這是另外一種情況 我的另外一支影片有去講到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當你自己發現你的球的左右 完全跟你的雙手去控制乾面是非常有很大的關係的 那相對的 很多人這一樣就是認知的問題 你看喔 就是等於說好 今天我可能瞄得好好的 直的 但是 我打下去的時候結果偏右 有些人偏右 會去想著 那我是不是瞄到右邊了 當然有這種可能性 那心裡就想著那我是不是瞄左邊 我瞄左邊就沒有問題了 好啦 那重點就來了 你瞄左邊 可是問題就是在於你如果不會控制乾面 你在打下去的時候 你看到假如說我現在整個人已經 瞄得很明顯 從鏡頭看到我是瞄這邊 我乾面也對著 可是在那一瞬間打下去的時候 乾面還是有可能怎麼樣 你看是開的喔 打下去 是不是類似大概是這樣 你的球 還是可能會偏右啊 所以 控制乾面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控制乾面是怎麼做的 就是來自於你的雙手 OK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為各位分享的教學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按讚加分享 追蹤我的粉絲團還有我的IG 我們下次見囉 一刀未剪啊 一樣 穿越它全力一擊 OK 我的六號鐵 掰掰 比你更快 發現 我做不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